中国海警上个月5号再度侵扰金门海域 我方大声广播进行驱离 即便进入敏感区域 多事先以广播为主 如今中国海警船登船扣押 我国渔船大进满 88号立委更关心 如何协商让船长和船员尽速回来 本来两岸之间就有很多海域是重叠的 那当原来他们作业的区域 也是以往我们的渔船就是在作业的区域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跟中国大陆去做协商 这个我们跟陆委会这边一起来努力 没有时间表 今天早上我们跟陆委会这边来联络 陆委会那边已经展开作业了 盼尽快让船长和船员平安回到台湾 但中国海警大动作 杨立委之一跟往常很不同 那这一次比较异常的是 他直接采用扣走 把船跟人直接扣走 特别是我们的海巡也赶到现场 他们还是坚持把它给扣走 国安人士表示中国近期在东海南海 及我国金马周边海域 多有类似强势作为 已经引发国际各方关注与争议 这其实是一种灰色地带的战略 这根本就是针对我们赖总统 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用一种强行带回的方式 简直就是杀鸡锦头 针对我们的新总统 中国大湾两面手法持续加压 洋外界质疑不断在试探台湾底线 下来就有林凯钧吧